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方法来完成操作 只不过相应的命令反馈在CubeCTL之上 可能有什么run expose什么之类的 get edit等一类的命令 好的 所以这是我们操作师所用的命令 那么这里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Kubernetes之上常用的资源有哪些 它把所有内容都抽象为资源 把这种资源实力化之到以后 我们成为有一个对象 以后我们很有可能不加区别的去使用这样的行为概念 在Kubernetes之上 我们的核心资源有哪些 接下来主要给大家介绍这样几个相关的概念 对 前面我们已经运过的资源有哪些呢 而且资源类型有哪些 主要有 Service Poud 还有我们Controller当中的 Dipline 对不对 好 那这些资源大概相关的成有这么些 第一是造工作负载性资源对象 这就是workload 说到就是运行应用程序对外提供服务的最根本的就是Poud了 但是我们很少单独运行Poud 我们说过应该是用控制器来运行 经文家说过 因此各种各样的Poud的控制器都属于workload新的资源 比如说叫什么ReplicaSite Deployment 我刚才认为的用的 叫Deployment 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有状态应应该是用State forSite 那么运行为系统及守护进程的成本是DemonSite 然后还有Job Cron job 以及已经被废的叫做Replay Cation Control 那我就没写 那么的 这些东西通常称为叫工作负载型资源 各位有概念就行 好了 第二类呢 各位也用到了 它主要跟服务发现及负载均衡有关 所以有个什么叫Service Discovery 和Service Load Balancing 资源 那无非就是什么Service 叫服务发现及服务均衡 主要用的就是Service 但额外还有一个叫Ingress 我们后面会讲到 这是第二类 以后的操作对象主要就是这些资源类型的 第三类叫配置 叫配置与存储相关的资源 主要有各种各样的存储卷 我们称叫Volume 叫存储卷 但是我们把它称叫Volume 也不合适 因为我们的存储卷有很多种类型 每一种类型都是一种单独类型的存储卷 而且 现在的K8S版本 还致指基于CSI 叫容器存储接口 来扩展各种各样的第三方的存储卷 好的 那这种我们就称之为 叫存储卷 那么存储卷 主要跟存储设备相关 它的可能类型 大概目前有几十种 比如像可以分为云端存储 比如像什么 亚马逊的弹性块存储 Azoo的Disk 阿里零应该也有块存储 就是云存储 第二 本地的各种各样的分布式存储 像什么CIFE CEPH GlasterFS NFS 等等 我称为有网络存储 本地的 自己做的一般是 还有节点机存储 host path 临时存储 ampliDR 等等 它们都算来算是存储卷的类型 而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两种特殊类型的存储卷 一个叫config.mic 这是因为当配置中心使用的资源类型 我们后来会讲到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另外一个跟config.mic的功能相同 但是因为保存敏感数据的叫secret 这是跟配置相关的 另外如果想把外部环境中的信息输出给容器 还有一种叫做downward API 类型的资源等等吧 这里我们就归一列举了 这是跟配置和存储相关的资源类型 这也是作为容器编台系统之上的应用程序运行 是需要用到存储 尤其是有状态的持久存储 需求的应用程序必然会用到的 Volume 以及几乎为了能够配置容器化应用 必然会用到的config.lab和secret 就是配置于存储 另外 还有集群级的资源 集群级的 像前面讲的这些资源类型 它们都是配置在名称空间级别 比如pod 我们要存在名称空间中 只不过我们虽然没指 它们nore都属于default的名称空间 各位也知道的 然后有些资源需要在集群的级别来请定义 比如像名称空间自己 就是一种词中的资源 叫namespace 另外还有node 集点自身也是资源 还有raw 我们会讲到的角色 以及clusterraw 叫集群角色 其实raw本身呢 应该算是namespace的级别的资源 我们把它归到这儿是不合适的 raw 应该属于名称空间级别的资源 但是就一定归在这儿好了 另外还有raw unding 叫做角色绑定 raw 以及clusterraw 叫集群角色绑定 等等吧 这些 我们把它称为叫集群集的资源 那还有一些是用来提供原数据 这种资源呢 所以我说什么叫原数据型资源 比如 像hpa 我们才讲过的 hpa算是原数据资源 因为它能自动去调整 其他资源的原数据信息 比如像什么replicas 另外还有像paw的template 叫paw的模板 用于让控制器闯件paw的时使用的模板 还有像什么limit range 我们去定义资源限制 一个paw的系统下来以后 最多是能使用多少cpu和内存 我们可以在名称空间级别 给它加以做默认设定 等等吧 大概 我们长度资源类型有这么些个 包括 或者叫包括但不仅限于这些个 让我描述 可能更合适一点 虽然我们课程展开时 也主要就在这些 包括但不仅限于这些资源监禁使用 随后我们去创建资源时 除了我们刚才所使用的这种命令式的创建方式 还有其他创建方式 一般我们称叫 使用配置清单来创建 叫配置清单 配置清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举例子 给我看一眼就明白了 比如我们盖这些paw 各位 这里有一个叫做myapp的paw对吧 我们创建时 应该给出的是这种形式的配置 我们使用cubectl getpaw加上这个paw的信息 这里获取的是简单信息 我们可以输出为 是用-o 输出为yaml格式 yaml 这是我们定义paw的 应该使用的格式 要看 它有很多属性或叫做字段所组成 属性名 属性值 其实也是kv数据 属性名 属性值 属性名 属性值 看一几次段 第一 我们说明这个对应的对象 属于k8s的哪一个api版本 或叫API组 这叫API群组的名称和版本 我们给定API version时 有两个部分组成 我们称为叫group名 组名 加版本号group 后面跟上version 一般是这样指的 而group如果省略 表示core之一 你懂的 这表示什么意思 叫核心组 最根本的资源 所以我们这里省略了 就表示核心组 是我们的唯一 第二 看的 这叫什么 类资源类别 刚刚我们说了 Powl是一种类别 那空气也是类别 Service也是类别 等等 我们用来指明这是 哪一种资源 用来初始化成一个 或者用来实力化成 一个具体的资源对象 是使用的 接着 第三个 MetaData 你懂这个要什么 语言数据 好 这些就是语言数据 它是一个欠套的资段 内部要欠套很多 其他二级资段 甚至三级资段 来进行定义 后面 Spike Spike 我可以理解为 叫做 Spiceification 叫规格 就是我们要去定义 我们接下来要创建的 这个资源对象 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性 或者应该满足什么样的规范 比如说 它的容器应该有几个 每一个容器应该使用什么 镜像文件来创建 等等 一系列的规范 包括它的容忍度 它的容忍哪些污点 都在这儿 需要进行定义 这是第四个 这也是一个资源 对象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段 因为它正是用来定义 我们所期望的资源 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特性 而后靠控制器 来确保这个特性能够被满足 这是第四个字段 第五个 Status 这两个字段呢 是非常重要的两个 前套式字段 其中 Spec 用来让我们 就是用户 来定义 一个资源对象 应该所处的目标状态 也叫期望的状态 而Status 则是用来显示 当前这个资源的 当前的状态 各位 如果当前状态和目标状态不一样 怎么办 应该以谁为主 目标状态 因为目标状态是用户所期望的状态 能力接口 所以 我们呢 K8S 就是用于确保 你的每一个资源定义完以后 其当前状态 无限向目标状态靠近或转移 从而能满足用户期望的 于是 从这个角度来讲 Status 应该是指读的 因为它有系统来维护 而Spec 则是由用户定义的 它是用户定义时 最重要的字段 那么因此 从这个框架中 各位能看得出来 几乎每一个资源 我们的定义是 创建资源的方法 那么我刚才各位这也看到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资源 都有一个YAM的 格式定义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要特别说明的是 我们的资源 APS Server 仅接收 在定义资源时 仅接收 JSON 格式的资源定义 因此 像我们此前使用RUN 来创建一个Deployment 就是 RUN命令 只会自动 把你给的内容 转成什么 JSON 格式而已 APS Server 只接收JSON 格式 但JSON 格式 可能写起来太重要了 对不对 相比到YAMO 格式来讲 它没有荣誉数据 YAMO 自身 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荣誉数据 你不用写什么K 写什么KV 都好KV 写成一个JSON 数足 我只需要用 缩近的方式 来表明这个结构就行了 所以人更容易 理解和记忆的是 YAMO 因此 我们可以使用YAMO 来定义 你如果使用YAMO 格式 来提供 叫配置清单 我什么叫配置清单 事实上 我们的APS Server 会自动 可自动 将其转为 JSON 格式 因为YAMO 可无损转为JSON 而且不需要什么多余的学习 JSON 格式 而后 再提交给 再进行提交给 再进行执行 你这么理解 所以我们说 JSON 格式 对于APS Server来讲 才是更的 无论我们使用命令 还使用YAMO 格式的配置清单 都不是 都不是对方直接能够操作的格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核心的或者主流的资源 你的大部分资源 这个 的配置清单 都有五个 都有五个字段组成 五个一级字段 一 API version 注意大条写 二 天的 API version 就是用来指明 我们要创建这个资源属于哪一个 API群组集成班的 注意API是分了组的 大家看 我们使用 CubeCPL 跟用命令叫API Versions 就是显示一下我们 API Server 所制的版本 你们看 这边其实有很多 肯定了吗 因为不叫V1 就比较核心群组 除此之外 还有Apps V1 大家有没有发现 同一个组有多个版本 Apps V1 Beta 1 V1 Beta 2 和V1 大家知道V1应该是稳定吧 V1 除此之外 还有像什么Batch V1 Batch V1 Beta 1 Certificate KBS LV1 Beta 1 等等等等 K8S把整个API Server 中所支持的API 我们有多少种 分组来进行管理 这样的好处在于 分完组有什么好处 来想想想 如果你不分组的话 将来我们要更新一个 千一八十动全身 所有时候都在更新 而且分成组以后 如果某一组 当不能改变了 我们只需要改一个组就行 不受影响 可以继续使用 另外 还有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让一个组 加版本号以后 让同一个群组的多个 普通版本 还能干什么 并存 还能并存 所以这是K8S的好处 Pod是最核心字元 所以它属于核心群组 像控制器 Deployment replica set 它们属于异应程序 广力的核心字元 它们属于XV1 这个群组 我这些人听明白 OK 所以第二个 这第一个叫API version 我们称为它所属群组 所以我们去创建Deployment的时代 发现 现在我有三个版本可以用 你可以使用V1版 可以使用V1Beta1 也可以使用V1Beta2 各位要注意的是 这三个版本当中 如果某一组标记为Beta 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API群组有三个级别 Alpha Beta Stable 这个就因为 Alpha出于什么 内测版的 Beta 公测版 不是公厕所 公公测室 叫公测版 第三个Stable 叫文定版 特别在于 Alpha版内测 它们不公开使用的 所以你参与进来 将来整个Alpha 可能会被删除模糊 我们认为说 这个版本 都不使用测一百元之后 把这个版本 直接就廢了 都是有可能的 而对Beta版来讲 它表示 非稳定 但已经可以公测 意思就是 里面的大部分内容都干什么 都已经测试过 准备保留了 但极个别内容 还有可能被什么 被改变 所以它不稳定 将来有可能会要被改变的 而稳定版 则意味着 这些接口 在后续的版本当中 都在改变了 最多可能会加强的内容 但一有的这些 都不会在变中 各位听明白了吧 因此 我们能用稳定版 尽量不要使用 白打版 这个接口 毕竟 你写好的配置文件 指明要用那个版 以后 刚好那个接口中的属性 都支持了 不同的版本当中 对同一个资源来讲 它的可支持的字段 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将来社会发生变化的 改变注意一点 好 这是API version 所以我们必须要设定 一个资源所属的API版本 而版本的标识方式 应该说是 组名加Version的方式 来应显示的 而一共当前 需要支持哪些 这里会有显示 使用这个命令 叫CubeCTL API Versions 命令即可获取 我给你表示人民的提示服务 好 第二个一级字段 叫Cand 刚刚说这叫什么 资源类别 叫资源类别 这是一款标记 你打算创集一种什么样类的资源 这是一款标记 你打算创集一种什么样类的资源 这是一个POD 还是一个Deployment 再本来是一个Service 这些都叫资源类别 而我们刚刚就来讲了 KVS支持哪些种核心类别 还记得说 也叫核心类型 有这种些个 什么Warnload类别的 有Power的 Rapicast 这些都是类别 注意它的大消息 至关重要 这是第二个字段 这些不能随意定义 一般都是内建的 或用户自定义的 你支持自定义 但我必须按照它的固定 预法格式单行自定义 第三种 第三种 叫MetaData 叫语言数据 这些语言数据 主要是提供 以下几个字段 应该都能做到建名之一 有什么 第一 最重要的叫 Name 在同一类别当中 这个Name必须是唯一的 就是当年资源 你实力化出来的 这个类别下的资源的名称 学过 对象 对象是编程的同学 应该知道很累 很累 和实力和对象的区别 对吧 这个其实在讲他们开始的时候 没给大家提到过 这里 这个Name以后 就是具体可以首先复制的 就要实力化出一个具体的对象了 好 后面 这个对应的对象 属于哪个名称空间 所以第二个叫 NameSpace 这个Name需要受限于NameSpace 在另外一个NameSpace中 Name就可以重变 这是没问题的 NameSpace 是Copernetics级别的概念 不是我们之前讲到的 什么Net IPC 这样的NameSpace 大家要注意 接着 下一个 叫Labels 你懂的 这叫什么 标签 标签 每一个资源 每一种类型的资源 都可以有标签 标签就是建值数据 之前讲过 能够提供语言数据的 除了标签之外 还有一个字之外 叫Annotation 这里其实没有显示 因为我们没有定义 叫Annotations 我们称呼叫资源注解 Annotations 也是语言数据 后面 我们在6小时再提到这个系统概念 除了之外 还有 像什么 Owner References Resource Version UID 大家叫UID说的什么 唯一标识 这都可以 一般都可以有系统自动生成 你不用 你不用再定义 因为你自己定义 有可能会冲突的 Safe Link 也自己用 就是在我们的API当中 这个资源 我看到的格式 在API下 V1 V1 V1这个版本相同 Namespace Namespace 叫名称空间 哪个Namespace Default Default 下属于哪种资源类型 好的 Fault 下叫什么 资源名 名称很重要 所以 我们去引用每一个资源 在API当中 可以使用科奥命令 如果正常的话 你可以使用科奥命令 假设它支持HTTP协议 或者你有证书 可直接获取的 所以有了这些信息以后 每一个资源的每一个引用方式 资源的引用方式 或者引用的路径 pass 基于HTTP 通常是跟API 就是固定的格式 我分析刚才说过的 这是在什么 OK 这是群组加版本 我们称叫组名 group 加上version 后面跟上下一个 叫namespaces 这是固定符号 后面跟上真正的namespace 名称 name 叫namespace 再跟上资源类别 叫type 再跟上name 就是group version 那些人大写 虽然大写 虽然大写就表示 你要替换成具体的名称 算是group version 这是一种字引用格式 将来我们在本地 打开一个代理以后 可直接通过它来获取相关资源 相关信息 比如 各位注意的是 我们master的节点 应该会监听 我看你有没有监听8080 这样的关口 我们这里没有启用是吧 没有也没关系 其实你可以自己使用qctl 使用proxy for word 或者我们使用quart proxy 把自己的本地的6443端口 代理为一个http协议 而好我们就可以去访问 它的名文端口了 这种科目运动 请求每一个资源的情况属性 这点各位有个概念就行 还是那句话 像刚才我所讲的这个属性 这个方法 随后呢 在我们去创建资源时 慢慢就会收集起来 现在不用着急 所以这是一个字段 叫metadata 我主要注意这死这个 后续用到其他的什么来说 下一个叫spack 这个字段是最重要的 spack 可能会嵌套很多其他2G 或者3G字段 不同的资源类型 其spack当中所需要嵌套进的字段 可不相同 如果某一字段 属性标记为叫require的表现 是一个必选字段 否则上来都是叫可选字段 我们系统会给它赋予默认值 再成为一个不同的资源类型 其spack的字段内容应该是 各不相同 或者叫不见相同 又合适一点 但是它是用来定义 用户期望的目标状态 就是期望的状态 也称的desire state desire state 然后当前资源被创建以后 那状态有可能不符合条件 比如 我们指定一个控制器下的副本数量 就是paw的副本必须要有5个 当然 刚才 刚刚被我们使用delete的明天删了一个 现在是不是就只有4个 所以当前状态是4个 我们期望上它是5个 那怎么办 就再补一个 所以我们说过 概念就是让当前状态 无限向期望状态靠近 没错 那还有 比如我们指定了一个容器的期望 里面版本 用的是myapp的v2 而当前是v1 版本是不是不符合了 所以它要干什么 做滚动更新 以便用户的期望状态 v2 被满足 就这样子 所以它不断的接近 ok 好 那status 叫当前状态 叫current state k8s 这个字段 特别注意的是 本字段 由kubernetes 集群维护 用户不能定义它 也不能随意删除和定义它 这是5个1级字段 由于spy最重要 而且每个资源内容都不一样 那我们备不下来的吧 这怎么办呢 好在 k8s 有内建的 格式 说明 我们使用cubectl exblend 就可以了 比如说exblend 你看pods 意思是我们pods 这个字眼应该怎么定义 OK pods 应该有5个字 API version 和指示 看的 字串 metadata 对象 一旦你看到对象 就知道 是一个什么 需要嵌套很多二级字段 好 那于是spec object status object 我想知道 pods的metadata 该怎么定义 那怎么办 你写个pods.metadata 即可 做二级字段叛丢 它会告诉我们 metadata 大概有这么些个字段可以用 我看 annotations cluster name create timestamp 等等 而且每一种字段 也有一直类型 像这种叫stream 那这种叫自串 但是前面加个中号 表示的是一个 自串列表 就是字块类型的数组 然后object 又可以被嵌套三级子吧 显示为map 表示这是一个映射 就是有间值组成的映射 那既然叫map 就表示它是另外一个json格式的数组 但叫数组 json就表示叫map 对不对 叫mapping 因此一旦显示为map 就表示 它不是一个列表 而是有众多kvkvkv类型数据 所组成的一个json数据 不是列表 要记得 给大家说明 object加个中口号 这边是什么 这个更可怕 是一个对象列表 而一个对象又有什么 很多字段组成 而且它是有很多字段组成的 组成的对象的列表 这种对象可以出现多个 就这一次 好的 那这是metadata中可知的字段 大家能看明白就行 后面 spark也一样 我想知道spark怎么定义 那就spark 对于我们的pull来讲 你要单独创建自主式pull 它的spark是可欠套的字段有什么 它可以有died on seconds finish containers 大家看containers是什么 对象 列表 而且它是required 这是一个避选字段 对于我创建pull来讲 即spark什么避选字段 是containers 而它又是个对象列表 那这每一个对象 应该使用什么字段呢 你可以再强调一击 显 是spark之间 containers 能使用哪些字段 嗯 那告诉我 containers 可使用什么 args 自定义 基于这个境界来运行说明明 传递环节面量 直接环节面量 或者通过别的位置 来获取环节面量 使用什么 景象 以及景象的获取策略 Emagic Pro-Policy 景象获取策略 什么叫获取策略啊 如果本地截力上没有 那我们就要去下载 还是说本地截力上有没有 都要到Docker Harbor 或者到它的registry上去下载 所以定义 always if not present ok 以及never 就是从来不下载 等等 还有life cycle 像生命周期啊 labness probe 存活性探测 readiness probe 就续状态探测 等等等等 大家发现这是不是又是对象 我想知道 存活性探测怎么定义 一样的 再来一集 点 labness probe 那些拨打的 而且labness probe 来讲 有exec 又是对象 只要能签到对象 那就是一集一集一集 我们还要签到的 知道 好 这就是xblend 因此 我们先来一个 基于 请清楚 Emo格式的配置文件 定义一个自主式Pol 各位看看怎么写 我来个最简单的 就以我们此前创建的man app 为例 来试一试 简单的方法 看清楚啊 我们去创建目楼吧 假如这叫做many fasts 搜到这个目楼里边来 我们在里边创建第一个 叫first 或者叫ploddemo.yaml 我们要定的格式 第一 API version pod属于 pod属于 v1 这个版本 你可以使用cube xblend 来获取 使用cube xblend pod 能收购 显示API version 当前 pod version 一定是属于什么 唯一 而且类别是 pod 不过这里面显示信息 有可能会给你当前 这是帮助信息 这个帮助信息的内容 有可能跟你当前的拔本 所支持的不同 说到的就是帮助信息是老的 有可能会是老的版本 这边要注意 好 第二 can 叫什么 pod 注意大小写 注意大小写 必须要大写为p 大写为p 后面 下一个叫nita beta 二级欠套词段 你可以按照固定格式搜紧 比如说就搜紧两个字符 第一叫什么 name 就叫pod demo 叫demopod 就行了 名称空间 name space 叫default 可不定义 因为默认就是default 如果有标签 你是用labels 来进定义 之所以叫labels 是因为它是一个 有 它是一个 是一个阶层数组 里边有可能有很多标签 都能解决吧 阶层数组 你可以写上 就类似于我们的花口号一样 直接写到这的内容 一个kb 各开第二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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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也可以以这种并行方式给出来 比如第一个标签 at 叫做 叫maham 二号 我定义它所属的层次 tire 叫frontend 它是前端 叫frontend 能列完 我们随意点下边的按 你用了什么标签 就打什么标签 后面我讲的标签 特别给大家收下 成分比较类型的哪些 你写个概念就行 要labels 按照黑天字没有 就不用写了 注意 它两个是并行两个标签 你不能再加红线 因为它不是列表 列表它需要加红线 因为它是个map 是映射 要不要记得 ok 所有的映射数据 都可以使用画括号 直接给出来 所有的列表性数据 都要使用中括号 我说清楚吗 好的 所以像这个 我们可以这样写 在labels这写上 好 括号 app为 myapp 都好可开 tire为frontend and 这样写 底下这两行都不用写了 但是我们一般使用 底下这种格式 用这样它显得是eaml格式 反正它是不是又回到界限格式了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是labels 第三个字段 叫 spack 对spack来讲 我们知道它的最核心的字段 叫什么 contenders 叫容器 必须要定义容器 而容器的值是一个什么 列表 是一个对象列表 对象列表 我只能横起来引到第一个 第二个 比如第一个 容器 name 注意叫容器名 然后呢 imagine 容器来讲主要两个字段 一是名称 二是镜像 一个套的内 可以有多个容器 我说不太记得吧 你还可以在第二个name 假如说有 假如需要 imagine 就这样 定义就ok 我举个例子 比如我就创业了两个容器的套 第一个假如去叫做myapp 而它用镜像叫icubernetes myapp v1 使用v1版 第二个 要运行的叫做bizbox 使用镜像 也就叫做bizbox letes 如果使用v5的表现 你加不加都行 但是呢 对bizbox这个容器来讲 它默认镜像内部运行的命令 叫什么 叫shell 对不对 而对shell来讲 它启动起来一会儿就挂了 能够吧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干什么 额外改正命令来运行 所以使用con mount 命令 con mount有命令和参数 我们使用中号改出来 它是个列表 你可以 对它又是个列表 二级列表 那因此我们也可以使用横线来定义 在这使用横线 好命令是什么呢 假如运行的是 定义是要 成立的第一个参数叫 减c 减c以后 我们在转移行叫sleep 比如sleep 3600 能看什么意思吧 这是三个 自制法给这个列表 所有列表都可以写为中括号形式 来后面写 比如 你可以写成这样 并下的需要-c sleep 现在sleep后面也可以分开写 一般不要分开 因为sleep 0000 可能会有预划错误 这样写的也成 而且这种格式显得上去更简短 对吧 这两种都是列表 记清楚啊 好 那假如说我们就使用 第二种格式吧 给我们看懂 现在 yatamoms 而第一个没改 就表示运行这个镜像中默认 要运行零零 好 而且我们第一个泡子来看 都是拥有两个容器泡子 假如我们的MAP是 主容器 第二个好像没什么用 是吧 我说呢 能够产生点作用吧 我们去echo echo什么呢 echo dollar 啊 date 再到data的后期段时间 对吗 给它追加到 user share ungeness html 下的eindex.html 我记得我们应该用的就是这个 做主页文件 好 每追加一个以后 睡上五秒钟 能看这个意思吧 好 每睡五秒钟 就像这个文件中 显示一个当前时间 所以它能够帮我们动态的不断更新 上面这个MAP当中 more in the endings 进程的主页文件 能明白吗 好 我们帮我们使用 这个 这叫编车 容器 它就是辅助主容器工作 所以叫set a car 接下来 出于创建了 这是一个夜幕格式的问题 此前我们创建个POWD 都是用run 来先创建控制器 然后能够创建POWD 对吧 现在可以直接 用POWD -f 意思我要从文件来加载 哪个文件呢 POWD DEMO 我从文件加载 创建资源 那资源是什么 在这边定义的都清清楚楚 你额外不需要回车 有没有看 它告诉我们POWD POWD DEMO CREATED 对象就创建出来了 那创建对象怎么运行的 你使用CubeCity 就get pods 这个叫做POWD DEMO的对象 正在创建CENTINE CREATING 然后内部我们定义了几个容器 两个 当前处于READY状态的时候 零个 没有容器 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等一会儿 现在有一句老师们 OK 再等一会儿 两个都跑起来了 里边定了两个容器 两个都已经工作了 那我们来获取一下它的详细信息 是用Cube describe pods 叫做 pod-demo 我们要先指明资源类型 再指明资源名称 因为我说个资源名称 只在类型下唯一 所以必须要标明了类型才行 后面对我来看 对于这个pods来讲 这个详细信息包含了 主要是describe 详细信息 这是我们的资源名 所在的名称空间 优先级这些不管它 运行在哪个节点上 标签是我们定义的 App Tire 没算吧 当前状态 IP地址 内部的containers 叫containers 第一个叫Map 第二个叫Beatbox 就是文定义的 没问题吗 一个port内 跑两个容器 而且 第二个容器 它让我们自定义的命令 并是要减c 去acquery那些信息的 而当前状态处于 working reason叫crashlookbackup 它说你给的命令有错 可能这个文件不存在 你可能echo是有问题 可能这个命令本身有错 执行不了 所以我们自己应该去测一下 可能能证明的容器 也不用管它 好 对这个port来讲 各位看 event 显示了详细信息 包括 第一 在这里 对port schedule 它说执行了什么事 有调度器调度 默认调度器调度 给node02解链了 于是node02开始创建容器 第一个先创建 myapp 它说了一个镜像挺有的 already present 所以 创建了一个容器 并启动了容器 接下来 去获取 bizetbox的镜像 创建容器 bizetbox 到底是没有镜像 对吧 2号 backup respecting through the contender 对于 我们的bizetbox的器 都是失败的 所以在看什么 重启 A次 就做了重启 重启可能创建以后 依然没能成功 不过这里显示 这个状态已经是就绪的 我盖子pause一下 好 现在又不就绪了 crash ropebackup 但是我们明明 有一点错误 没关系 如果传错误 我们已经排错了 对吧 排错 一般我们使用cubectl 比如 如果 如果容器正常运行 你使用log 就可以看到它的 日志 我们要看 paw的demo 这个paw的内部的 一个叫 myapp的日志 它告诉你myapp 有没有什么信息 没有信息 因为没访问 因为它的日志 是访问日志 你访问一次是谁 call 这个地址是什么 10.244 2.10 ok 我访问2.10 第一次访问 再使用log 你看到 同时是已经在这了 而对bzbox来讲 有什么错 bzbox 那个容器 是处于错误状态的 大家发现正常状态的容器 是不是没有问题 一个paw的可能有多个容器 有的容器正常运行 而有的容器可能已经挂了 这里显示 只有一个是就绪 一是ready的 另外已经挂了 那一次 第二个挂了容器 所以你想获得详细 使用logs 能不能呢 比如get一下 sorry 就是get log 不是myapp 而就断 bzbox的容器 他告诉我们说 并是要content create user share endings html的index email not existing directory 我说我们已经写凑了 这个路径不存在 对吧 我们一页文件可能被我们更新到别处去了 它不在这个目录下 那就可能在user local 安静撒去 我们改成这些路径就行 ok 那我不知道 我们使用下面令 因为它现在没有就绪 能不能沿入进去 为了再演示效果 我们使用delete pods 把poddemo 给它删了 我们等会儿来探查一下 一个路径的什么地方 当然不用删了 我突然想起来 好吧 来不及吧 我们要看的是 正常运行的那个pod 所以再称计出来吧 那我使用 cubectl create gf 爆poddemo andemo cubectl get pods 就是 cubectl 就是 cubectl 就是监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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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反正还是出错的 因为路径主要不存在 第二次 第二次肯定还会错的 我们看这个路径在哪 是 cubectl exec -it 表示我们在哪个容器中去运行 在pod的 pod 或者叫poddemo的 myapp中去运行 我要在myapp中运行 命令 减减 并需要 这表示在podmyapp中 注意 这跟dopper不一样 dopper是不需要加一个hold 对吧 我需要加个减减 在里边运行beam shell 还说什么 befall the contender name to myapp starting calls to myapp doppass 我看要用另一个格式 那么我已经错了 exec -help 直接指明哪个套的 使用-c 指明容器名的时候 需要使用-c -c 表示 后面这个myapp是容器名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 ls一下user share undings gtml eindex 这个网站文件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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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l deleted pod poddemo 其实删除时 你也可以使用-f 直接指文件 然后人家已经是 编辑 poddemo 这次我们不用iq了 是吧 直接运行data 不也一样吗 是这个意思吧 嗯 但是他说是文件和目的不存在 这进去 这不是目标错误啊 yoder share 啊我懂啊 他俩房子不是同一个这 他俩房子不是同一个目路 目镜 能明白吗 这两个炮子虽然运行 这两个容器虽然运行在同一个炮子中 让他忘了这个事 这两个炮子虽然又运行在同一个容器中 但他们名称文件系统是隔离的 endings有这个容器 有user share html 但是beatsbox的容器 并没有这个路径 能力吧 其实我们应该是这么用的 在这个poll上传点一个存储券 让第一个挂打上来 第二个挂打上来 这样才能操作的时候 才能看到同一个网页文件 能明白了吧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这个事 sorry 那于是我们这里 其实不能演示这个效果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学存储券 那因此我们就只能死立刻 比如死立刻 因为他俩不能共享文件 这个做到 那于是再重演一次 应该就不会出错了 um create gif getbox 这次应该很快能进去 因为他的镜像文件 应该已经是在了 因为是有两个 所以是放在下稍微有缘的 好 那已经running了 这次应该不会在 backup 大家看到 它将一直在工作状态 对吧 不会出错了 那这样就演示了 一个容器 一个套中 有两个容器的效果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简单改 这样讲 怎么去快速 怎么去改变 一个镜像 在k8s上运行为容器时 或运行为套中的容器时 就是它的默认命令和任何此定义的 OK 后面 我们要删除一个资源 基于清单定义时还有好处 我们可以直接delete-f 套的代码给野猫 就表示删除 这个文件和定义的责任 回去 所以 以后就可以 不用那么麻烦的 再去看 质量是 存不存在 谁和这件有什么关系的 这就是使用 所谓的配置清单 定义质量 能带给我们的服用效果 我以后想再重新唱片一次 怎么办 这个清单在这儿呢 再到时候唱一次不就完了吗 我们要在命令行程上有什么问题 你run一次写个命令老长吗 下一次再run的时候 还得写个命令老长吗 对吧 而且你肯定不一定记得 上次写的是什么 但有了文件 有了清单 放在这儿 可拿来随时被服用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像刚才我们就run一个泡子时 大家记得 我们是只能run一个控制器 才能定义泡子 对吧 这儿可以run一个裸泡子 最比较是 不是靠任何控制器控制的 是我们自己手上放的 没有控制器来管理它 像这种一扇的就没有了 不像我们此前 有控制器管理的泡子 一扇冲 它会被自动重建 对不对 更何况 在泡子内部 它有着太多太多太多 可自定义的属性 而且它的属性功能都很强大 让我们来看 我们已经说过的像是吧 Liviness Pro 叫存活性探测 还有 Readiness Pro 叫就绪状态探测 还可以定它的Life Cycle 在生命周期当中 比如在容器启动之前 先做一些Pro 容器结束之后 整个套子删除之前 再做一些收尾工作 等等都可以实现 甚至于我们还能够给容器 内部的套子内部的容器 启动之前 如果需要做一些 如果这个不需要编车 你还可以使用Innate等等 还有我们还能定义 一个容器的资源限制 跟此前套子一样 不光能定义资源限制 还可以定义资源请求 也叫资源的最低 启动需求 或者叫资源需求也可以 OK 这就是我们POW的 所谓在基于清单配置式的用法 这只是其中一种 事实上 使用CubeCTL管理资源 有三种用法 第一就是我们前面来 演示的命令式用法 第二就是刚刚演示的 叫配置清单式的用法 第三种也是清单 但我们要使用另外的命令 这两种格式区别为 第一个叫命令式资源清单 第二种叫声明式资源清单 使用声明式我们可以确保 我们可以确保 资源尽可能的向我们声明的状态改变 而且我们可以随时改变我们的声明 并随时应用 还有这样的效果的 那么通过刚才的POW的 各位知道 一个字眼的SPA 能潜到这么多字眼 有这么多奖 就对吧 随后我们所管理的对象 主要POW的是起步 随后就是各种POW的控制器 就至少 ReplicaSite Deployment DemonSite StickableSite 我们都得学会使用 另外存储圈 如果想确保你的对应的容器 可随意在各节点之上被调度 那么如果这个容器需要持久存储数据的话 这个数据就需要放在脱离节点之外的 网络上的存储位置 这种据我们称叫持久存储圈 我们可以至少把它配置为 叫持久存储圈 因此 我们需要讲一讲 在K8S上 怎么去使用存储圈 以及持久存储圈 持久存储圈 申请和申请模板 存储类 以及动态供给的机制 OK 当然后面还有SPA4Site 还有ConfigMark 和Secret 以及使用环境变量 来配置他们等等 等等的话题 我们在他后面 展开